今天来给你们爆炒一个八爪鱼 还有一个红烧八爪鱼啊 收到货首先清洗两遍啊 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牙齿 可以把它摘一下 找个尖锐一点东西 比如剪刀啊 比如剪刀给它取出来一下啊 挤一下然后方便取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样揉一下 把水缝稍微挤一下子 清水洗两遍 有点粘液正常啊 八爪鱼有点粘液很正常 没出来了 洗好了 然后我准备了四只 两只红烧两只爆炒 爆炒的话需要给它切段 我先切段啊 切成这样的段就可以了啊 然后准备好小配菜 还有蒜苔 我今天会炒蒜苔 这种做法炒起来特别特别嫩啊 贼辣辣好吃 开始制作啊 依旧是我这口百年老锅 起锅倒油 爆炒的时候不用再倒太多油 油热了 葱 姜 干辣椒 下去爆炒 八爪鱼下锅 别觉得残忍啊 翻炒 炒 炒葱微红色下上一点味极鲜 味极鲜就凉拌酱油 一点点 来上一点点啤酒 没有啤酒料酒代替 翻炒 翻炒 可以适当的少来一点盐啊 但是如果不放配菜的话 只放青红辣椒就不用放盐了啊 这样炖个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适当的淋上一点点香醋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下蒜桃 有洋葱呢 可以放上一点洋葱 我买了个洋葱啊 中间 外面坏了 只有这么一点点了啊 配菜下好 再煮两分钟 只要食材够新鲜 我先说配料特别简单 现在我们加上一点青红辣椒 再炒个一分钟左右 就OK了啊 有没有缠到你 如果有缠到你 一定要给我点上个双鸡 感谢 装盘完成啊 因为我放的配菜有点少 所以说我在中途中是没有加盐呢 你们放的配菜有点多 可以适当少来一点点 请张大你的嘴巴 来上一口 哇 另起锅烧油 葱蒜 爆香 这个是红烧的了啊 然后咱现在八爪鱼 别说残忍啊 所有人说腿为什么会弯曲 每个人炒腿都是会弯曲的 你可以把它提了出来 捋一捋 用筷子给它夹直 用筷子给它夹一夹 把它捋一下 这时候酱油 家里面有蚝油的可以来上点蚝油 下锅不要放盐 然后 啤酒 没有啤酒用料酒 给孩子做就用料酒就可以啊 盖上锅盖 静静的等十分钟 我穷没锅盖啊 中途的时候需要翻个两遍到三遍啊 不用放太多汤汁 已经上色了啊 再煮一会儿 放上一点香醋 青红辣椒 点缀一下 有没有食欲 哇 装盘出锅 开漏了啊 有点烫可能 刚刚出锅 有点烫 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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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